现在已经是入秋了 为大家介绍这个很简单 而且疗效跟营养的效果都非常强的 一款汤品 它很简单哦 现在是历秋了 秋天要补什么 秋天要补肺 肺的食材都煮白色 那今天就是准备了有香药 然后这个有穿穹 当归 黄芹 红枣 到时候这个红枣的盒我会取下来 然后还有姜片 然后 白盒跟莲子 这两个我都会 呃 比较多买 然后放在冷冻库保存 这可以保存很久 想要用的时候 就可以 方便的拿下来用 因为莲子跟白盒 四季都很 对的 夏天有时候 冬天也可以莲子汤 所以这个汤品是很简单的 但是入秋了 用这些食材能够 真正的能够养到我们的肺 把我们的肺养的健康一点 那虽然很多吃动物肉的人 他觉得我不看素食的 我不吃素 但是有没有想过 吃肉的人你旁边也会去 可能会炒个菜嘛 一定桌上都会有菜 那只是这款汤品 只是大家会去用排骨啊 什么肉 对不对 把肉换掉 然后用这些食材是一样的 你桌上一样可以有肉 但是这款汤品 你就是可以不要加肉 他一样是非常美味的 那现在就是 开始先姜 我将会先 因为有莲子跟白盒 比较凉一点 我将会先煮15分钟 然后再放中药材 现在已经过了15分钟了 你看这个汤已经有 变比较广了 然后接着就放中药材 红枣要最后 最后放 莲子 然后再煮10分钟 都是保持在小火 过了10分钟了 然后把山药放进来 山药不要太早切 它会氧化 然后这时候再放 百合 因为它山药和 跟百合很快就熟了 是要 比较后面放的 等它火滚了之后 约大概五六分 就可以放最后的 红枣跟枸杞 差不多了 然后把枸杞放进来 我用的是香菇粉 这大概吃素的人 会比较知道香菇粉 这个完全没有 你像 有一些 晾拌店卖的香菇粉 它有添加物 这个完全就是 只有香菇磨成粉而已 就单一的 然后我已经关火了 然后加盐巴 加的是玫瑰盐 这边 那我是因为要当早餐的主食来吃 所以我汤没有很多 那如果大家把它当汤品的话 水 就是水的 汤的量可以再增加 然后这时候我会再加一点香油 让汤品喝起来比较滑顺一点 这样子就完成了一个非常简单 然后又营养又可以达到养肺的一个汤品 谁说一定要吃动物肉才会一定达到常见身体的效果呢 供大家参考